女孩因为睡觉时不锁房门 房间里就闯进了三个歹徒 二话不说将鸡蛋塞进她嘴里 然后用胶部封住她的嘴巴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三人已经将女孩的手手脚脚绑了起来 然后扛着女孩迅速走下楼 将她扔进了汽车后备箱里 随后重重关上了后备箱 等三个歹徒摘下面罩 竟是三个年轻的女孩 原来她们是女孩的闺蜜 而今天是女孩的生日 三姐妹想要给女孩一个惊喜 等闺蜜将汽车开到一处停车场 她们准备打开后备箱吓下女孩 黑发妹还拿出相机准备记录下这一刻 等她们打开后备箱 立马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就连手里的相机都被吓得掉落在地 原来因为汽车的颠簸 女孩不慎将鸡蛋吞进了喉咙 她已经窒息而死 女孩们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金发妹提议去警局自首 但是遭到大姐黑发妹的反对 因为她不想因此坐牢 为了不被人发现 黑发妹假装闺蜜的母亲 打电话给班主任请假 随后竟开着车带着尸体去上学 然后若无其事地去教室上课 等放学后 三人又开车返回了闺蜜家 将闺蜜放回了床上 接着她们戴上手套 伪造了一个案发现场 三姐妹本以为一切天衣无缝 没想到同学小美给女孩送作业本 正好碰上了还未离开的三姐妹 三个女孩为了恶搞好闺蜜 竟假扮歹徒将她从家里掳走 没想到闺蜜意外隐恨西北 为了不要牢底坐穿 三人伪造了犯罪现场 可就在她们准备离开时 碰上了送作业本的小美 小美看见了躺在床上的尸体 她吓得撒腿就跑 为了不让事情暴露 三人见状赶紧去追小美 小美最终还是被她们抓住了 还好黑发妹没想着灭口 她向小美发出邀请 让她加入她们这个小团体 而且她们会帮助小美赶放 让她丑小鸭变天鹅 就这样小美加入了她们 而且被打扮得跟黑发妹一样紧致 另一边女孩的父母回到家 在房间里发现了女儿的尸体 她们立即选择报警 佛伯乐很快就赶到现场 经过警方的初步探查 确定了女孩是窒息而死 随后警方来到学校调查 对三个闺蜜重点询问 然而她们已经对好口径 面对探员的询问纷纷表示不知情 但是警方还是找到一丝蛛丝马迹 她们从班主任那得到现场 小美去过女孩家送过作业本 可小美已经被三姐妹改头换面 已经彻底融入了她们 面对警方的调查 她并没有供出三姐妹 反而替她们打起了掩护 自从小美变得漂亮之后 她取代了黑发妹校花的地位 而且越发地得意忘形 学校的男同学都为之着迷 这让黑发妹对她恨之入 一个恶作剧导致花季少女身亡 为了掩盖罪行 三姐妹选择伪造犯罪现场 不料被女同学撞捡 领头大姐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威逼利诱同学替她隐瞒 把她拉入了自己的小团体 黑发妹很生气 她把小美拉进厕所 警告她以后低调点 没想到小美丝毫不害怕 因为她的手里握着黑发妹的把柄 这可把黑发妹气换了 她准备给小美一点颜色看看 第二天小美来到学校 发现学校里贴满了自己的丑照 小美看见后当场气晕了过去 等她在医务室醒来后 小美赶紧去把自己的丑照撕下来 可是遭到黑发妹的嘲讽 她再次昏倒在地上 另一个女孩看见被欺负的小美 她原本就对闺蜜的词很愧疚 两人决定联合告发黑发妹 几人开车寻找线索 可最终一无所获 就在晚上睡觉时 女孩想起自己在闺蜜家带你的相册 打开发现相册有录音的功能 里面录下了黑发妹杀人的证据 第二天学校举行舞会 女孩和小美来到了这里 就在黑发妹上台主持时 他们用广播播放了这段录音 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黑发妹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故事最后黑发妹被警方带走 其余人因为自首从轻出发 这个故事告诉我 开玩笑要试读 千万不能太过分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